今天我们讲的羊蜜胃经 主要羊蜜胃经的话呢 就是阵扣啊 就是胃肠疾病啊 头面部啊 耳朵啊 就是头面 目 鼻 口 神经 经脉 我们出现浮脏啊 浮脏水肿啊 咽喉肿痛啊 鼻扭啊 胸鞋断痛啊 等等啊 就说有一个歌 大家可以先记住一下 竹杨明未经 血界歌 四十五血 竹杨明 塵西各然 他去表性 地舱大营 下车 下车 周围 最人营 水秃气色 连圈套 气户 库房 乌亦群 阴窗鲁中下鲁根 布隆陈马鱼两门 关门太鱼 滑肉门 天区外林大巨城 水道归来 气冲测 一关腹吐 走阴室 凉秋 肚鼻足三里 肥官腹吐 走阴室 凉秋 下鱼 须下有空 冲阳 献鼓瞳 内庭 立队 阳明雀 大指 四指 大指 四指 指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穴位 所有穴位在头上面的 第一个穴位 我们一般是面部 第一个穴位是 陈其穴 陈其穴的功效呢 就是散风 清热 明目 止锐 通筋 脱落 就是主要组织了就是木齿总统啊 室物模糊啊 夜芒啊 夜芒啊 淫风流泪啊 口眼歪斜啊 这些都是 一般我们针刺的话是0.5到0.8寸啊 就是一般我们是 要先让个眼球固定在一个地方啊 不能就是不要扎上了我们的眼球啊 这个是大家注意的 这个地方进咎啊 一般就是说我们在定位的话啊 定位选择定位在面部啊 眼球框下旋啊 直间啊 瞳孔直下 就是我们这里的 层肌穴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层肌穴往直瞳孔直下啊 就是我们直接你们摸下 大家可以摸一下啊 用食指 食指中指啊 啊 合并啊 就是指到我们鼻尖 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有图的啊 可以看到一个减缺的这个减缺的啊 大秒镜定位 第二个呢 是那个四百穴 四百穴呢 就是在我们的 四百穴就是在我们 层肌穴的下面一个穴位 它也是清热啊 顶部 去风 顶目的 通肌苦落的 主要是目视肿痛啊 明风流泪啊 眼泪啊 眼泪领痛啊 口眼威胁啊 面面摊的啊 啊 通股指甲啊 啊 食指和凹陷素 可以顺着痕疾穴往下摸 这些穴位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就是 三秒钟的 这个就是三秒钟的 这个就是三秒钟的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啊 聚角穴跟我们这个鼻 平行的 这是我们的聚角穴 也是情形与我们的 同股啊 直接下线的 连线的终点啊 这个交叉点 好 地藏 地藏 地藏略有 取 重攀粉 利壳的 还有出金 陀螺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 重 变 白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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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大银穴 大银穴的话 就是它的 我们直坐 它有去风 通路 安神 地窍 消肿使用的作用 就是准确定位在我们的面部 下额 下额角前方 咬肌 附着的部位 前缘有一个凹陷 凹陷中 而面部有个动脉波动处 一般的就是三秒 三秒几体就是 正坐 闭口 闭口骨气 闭的口 骨质器 有一个下额 有一个凹陷 这里有一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按照有波动 波动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 大银穴 夹车 夹车穴 就是也有 去风 清热 安神 立翘 开关 通路 也就是我们的口眼歪斜 就是口眼歪斜 就是面瘫 牙痛 齿痛 面部机囊 这些都可以用 按我们的夹车穴 就是我们定位的话 在面部下额上方有个 一指 一痕指 当咬肌 咬的隆起的地方 有一个凹陷 就是我们就三秒几体 这个正下关节 咬紧的时候 可以摸到一个隆起的地方 就是一个凹陷的地方 就是我们鼓起来 咬肌 咬紧牙齿 咬肌 就是我这个凸位置 有一个凹陷处 就是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牙刺穴 下关穴 下关穴的话 主要是治疗我们的一些牙痛 就是胶肿 止痛 安神 立翘 充耳 充落 就是我组治了牙痛 下额痛 口眼歪斜 就是面瘫的 口眼歪斜 面痛 面瘫 耳鸣 这些穴位的 这个是穴位 穴位的话就是闭口 这个是我们三秒几体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直指 中指 合拢 这个三秒几体 这些穴 头围 头围 头围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有些头晕啊 偏头痛啊 都可以 只要用这个穴位 主要是头围的功效呢就是清 清头目 安神立翼 还有止痛震惊 主要偏头痛啊 震头痛啊 淫风流泪啊 目尺事物模糊啊 啊 就定位 定位的话在我们的 选拟定位在头部啊 额角 划际的0.5寸啊 也是我们正中线 就是说 我们这个 处夺的位置啊 就正直 做正直 用食指合拢啊 合拢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指线 往这里 还有一个 接着一个线啊 我们可以 就是说 只不可以摸到 这个是头围三秒钟定屑的屑位 我们现在讲 能移 能移屑 好 现在讲 能移屑 能移屑屑呢 就是说 能移屑呢 就是说 它有 磊APP 磊 就是在脖子上面 主要是治疗我们胸部气壮 现在猴肿部啊 水就不断啊 放水啊 都可以用这个序位 就听这区别就在脖子上面 我们摸上自己一个 摸了个猴杰 猴杰的摸上瓶瓶 有个胸手鲁不及前缘 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是猴杰 这个猴杰瓶瓶瓶瓶的话 我们在摸上瓶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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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从猴杰外侧两痕址 也就是说这个猴杰 外侧两痕址 水屠 水屠也就是我们 很多人可住啊 勤勒瓶呃 将你补犬 重金活络 比如说呼吸喘 咽喉肿痛 咳嗽 恶劲 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就是这个穴位进步在颈部 就是我们这个很平均 我们那个环状卵骨 胸脱鲁出击的前缘 环状卵骨 在我们的玄冻卵骨 也就是说我们的三秒矩穴的话 我们刚才不找到人一穴吗 对吧 人一穴的与我们的气色穴的连线的终点 就是我们的血涂穴 好 讲了我们的气色穴 气色穴的话就是我们的 有利盐的胶肿指控 暖肩散节的作用 就有些人真意的事件 喉筒肿痛都可以用这个穴位 在颈部就是说 鎖骨上窝 边缘上通缩鲁出击 胸骨头和那个鎖骨中点凹陷处 就先摸到我来 一穴的话往下 直下这个锁骨 我们的锁骨就可以 就是在这个锁骨 锁骨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气色穴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连线的 这个位置 气色穴 吹盆 吹盆 吹盆的话就是也就主要是 我们的胸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持续反应 它就宽凶力隔 隔平缘胶肿痛的作用 就是这里的话 我建议大家说 初学者的不用用针灸 针灸的话 使用一种紧门的气球 就是初学者 尽量不要砸 这个穴位 尽量不要砸 就是一般的取穴的话 在颈外鞋 是外面 鎖骨 大窩 鎖骨上凹陷重 前阵中间 旁关0.5阵 就是在我们这个正中 见旁关0.5阵 这就是我们 这个穴位的定位 三秒穴位定位的话 大家看得很清楚了 这图都有 好 七户 七户呢 就是说 它有领气宽胸 止咳贫草 通筋活络 降奴隶 止丧气 呼吸肠 咽喉咏咽咽 文匿 这个穴位 它主要是坐我们 这个穴位 郑中线 中枢鲁突击 大家这个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取穴的位置 告诉大家 这个是 金穴 金穴定位的 这个就是 我们三秒取穴 告诉大家 取穴的位置 好 这个就是 我们的一个 另外一个穴位 就是 库房 库房的话呢 就 第十四个穴位 库房的功效呢 它是有领气 宽胸 清真化缠 中筋活络 主要治疗我们的 胸气 已经呼吸 呼吸比较 比较 比较残了 主要是说治疗 这些 这些穴位 中筋 他的就是 我们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 三秒钟 三秒钟 给告诉大家 凶手穴 目击 这个跟我们的 凶手穴 这些瓶线的 终点 也就是我们这个 从鲁头 沿 往下第三类 安家有 方众 这个 这个 第十五个穴位 是 乌衣 乌衣 它有指河 化缠 消毒 指降 通筋活络 它也是我们 胸部的一些 治疗 就说 大家记住 就说 一般在胸部的话 就是 一般的话 治疗的 就是 胸部 胸部的一些疾病 例如 胸膜 呼吸 呼吸 喘鸣 胸痛 上痛 咳嗽喘息 都可以 杀 就是 这个穴位 大家就尽量 就说 我建议大家 中学者的话 尽量不用 深秋 巨缸 这个位 一般都会 中部的话 也杀得不好 你们都会引起 气冲 就是你们平时 会得拉拉 一些 海人 引起 去练 练了一段时间 以后 进行杀 避免 这个气冲 这些问题 好 就进去的话 就是我们在胸部 第二 第二日 电隙 正中线 旁的第四份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无一 无一 登车的话 就是 登车 就是我们的 正座 或仰卧 中手沿线 沿线的垂直 可以两个热线 就是压动 双马感 感觉 这个就是我们 这个 无一 现在 现在 这个 第十六个 靴位 就是我们的 阴床 阴床的 发指壳 凝缠 消肿 勤热 冲筋 脱落 胸 胸目 呼吸 呼吸 咳嗽 鲁庸 点字 一般的话 我们 进去选学 选学的话 就是 进去选学 在中部 第三 热尖系 正中线的 航格定 自寸 自寸的话 就是我们 上次告诉大家 用的良 这个就是 我们 这个就是 他的正中线 就是我们 正做 或仰做 这个 第一个 最先 他的记住 乳中 乳中的话 大家就 乳中的话 就是 调理我们 请神的作用 好 这一类就是 标本 我们一般 不会做 针灸 治疗 就 禁咎的 我们禁止 那个 咎了 或 禁针 禁咎的 一般的话 乳头上 就是 禁止的 一般的话 卷缺在胸部 第四类 间隙 乳头中央 就正中线的 黄格定间 尺寸 就是我们的 乳中 在胸部 大家都知道 这是乳头上面的 这个穴位 鲁根 就在我们的 乳头根部的 一个穴位 叫 鲁根却 它有 通肌 通肌化 一般的话 做 女性的 那个 鲁线的问题 就是 鲁脂不毒 鲁脂酸通 就是 这个都可以 打我们的 鲁根却 布龙却 布龙却的话 就是 它有 调中 合胃 鲁气 止痛 调筋活络 主要是 我们的 浮状 胃管 放痛 嘔吐 口干 乳不振 都可以 这个穴位 一般的 我也是在 浮上部 在浮部 即正中线 六寸 这个就是 这个是 即正中线 这是 正中线 六寸 比它 是六寸 六寸 六寸 还就是 我们的 正中线 正中线 躺开两寸 其中上 六寸 再来 躺开 0.5寸 躺开两寸 这是我们 取决 好 大家 我现在 讲到 二十个穴位 大家 现在 可以提问 因为我留下时间 多点时间 给大家 提问 好一点 好吧 接下的 那些穴位 下节课再讲吧 我讲了这么多 怕大家 记不住 大家可以提问 那个按摩手法 一个磨法 磨法跟 呃 磨法有什么不同 磨法 跟 磨法 跟磨法 磨法 你磨 就是在 你妈桌子 怎么摸 摸 妈妈桌子 妈桌子 它是这样 慢慢的摸下去的 对吧 它是慢慢的摸下去 对吧 磨法的话 它是群上 按的 对吧 磨的 它是这样 磨的 摸法 它是慢慢的 慢慢的摸下去的 嗯 对吧 嗯 嗯 明白了吗 指推法跟推法 指推法跟推法 就是幅度不一样 对吧 指推法跟推法 指推法就是我们手指往下推嘛 这个推下去嘛 对吧 那推法呢 推法 推法就说 它推法的话 不是用手指推 用脑刀可以推的嘛 这样可以吧 我指的话 只推法的话 就是两个手指 左下推嘛 只推就两个手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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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喂 听得到吗 听得到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就是说我一般讲的太多了 怕你们接受不了 现在是讲了20个 因为这个穴位比较多 这张经络穴位比较多 它有三十个穴位 有四十五个穴位 所以这个穴位的话 你们这五个接受不了 所以就是我讲了20个 下次讲25个 现在我们讲到20个 大家可以看了清楚吗 穴位图看了清楚吗 您干浅阳什么意思 平干浅阳 就是平干浅阳 就说平干浅阳 就说平干就是我们干浅阳 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个截表什么截表 解除表面症状 截表的话 例如打比方我们用麻黄药 就是属于表证 表证理症犯表 就是说它是表证的会有理症 就是两个症状 例如感冒的话 我们有表证 表证的话就是例如在我们的肌肤 没有说明 他的感觉太详细 就是你现在不用说话 我把这个跟大家解释一下 截表的话就是说 我们先要知道疾病 它属于表证还是理症 表证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在 就在肌肤以下的 我们属于表证 例如理症的话 理症的话就是例如我们的上午 我们都属于理症 理症就算我们那个 他就说他把表证的一些 就是表证的一些疾病 通过一些发汗啊 一些药物的发汗啊 或者推拿呀 让他这个在表证的一些 邪症 就是说那个 那病邪啊 通过出汗啊 通过其他的东西 通过发汗啊 通过一些小便啊 把它排出体外 通过排泄嘛 这个就截表嘛 解除表证嘛 明白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 可以回答大的问题 这个就是一些词语的 理解的问题 这个学中医 学中医的话 就靠我们去悟啊 不是说你 你什么东西比较强 看你的悟 悟的怎么样 而来解决的 有的悟性好的话 很快的 觉得很快 悟性不好的话 就慢慢理解吧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主要是留时间给大家提问 你讲这个理论的话 理论之时 大家可以拍个照 可以 回去去看 你刚才能不能回到前面那个 那个歌诀 这些歌诀我那个时候没有屏幕 然后下一张让我看一下下一张 下一张 是这个啊下一张 有没有讲 第一个学位讲的是哪个学位啊 第一个讲位是陈西去 能不能看 就是我们在打这个穴位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让别人那个眼睛 向上 向往上面走 往上 向上的 不要向下 就是眼睛要向上 你前面一张人体能不能再看一下 34 好 谢谢 可以吗 可以 谢谢 嗯 那个 上面 陈西 陈西后面是什么 400 对 你这张能不能放大 这个好像 这个实在太小了 我好像没变大 差不多 你自己把它 对上 你可以 你可以 用手指把它放大 用手指把它拉开 好的 我可以 拉开了 谢谢 可以拉开 这个很清楚 你 可以吗 可以吗 在这等会 你 有一点 我可以吗 对 很清楚 我跟就是 没有 有所没有 没有 再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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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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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